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視頻想請大家欣賞蘭舍中開的水培蝴蝶蘭 順便回答一些花有對水培蝴蝶蘭提出的問題 Ivie在此首先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在我的視頻第167集蘭舍上花那集 讓大家看到用植料養的蘭花 這集是讓大家欣賞水培蝴蝶蘭 首先請大家欣賞這棵水培的蝴蝶蘭 是我第一棵水培蘭花 接下來這棵也是元老級的水培工神 它也是最早水培的蘭花之一 水培超過8年 我很喜歡這朵花的顏色 看上去好像油畫 色彩斑斓 但又配合得很柔和、很協調 看上去就是漂亮 和很舒服 它的葉和根都長得很漂亮、很健康 它的造型、它的色彩 看上去就好像藝術品 很漂亮 不知道你有沒有同感呢 這棵是在我的視頻第110集 合中端花梗那棵 當時花梗是在花中心标出來的 通常中端花梗的蘭花開完花後就會死了 好像種到魔咒一樣 好幸運它現在還在 還出到雙花戰 所以不要相信中端花梗必死無疑的魔咒 只要你用心呵護 它會開出很漂亮的花來報答你 這朵花它的唇是很漂亮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它的這個位置 不是白色的 是淡淡的桃紅色 這次雙花戰 是出在正常的位置 不是出在花中心 上次中端花梗就是出在花中心 那些葉就皺了 後來有花有分享 它用植料養的也一樣是這樣的情況 不關水培的問題 接著這棵是綠精靈 蘋果綠色的花 它的唇 是淡淡的黃色和白色 雙色 整棵花看起來很清新 它是在我的視頻第52集 紐約植物園蘭花展買那棵 花借之後 我將它斬頭一分為二 然後又合二為一 將它一起養在同一個瓶裡水養 這棵陽光 看起來跟它很相似 色彩更鮮豔和明亮 花的顏色都是黃綠色 但比較偏黃 而綠精靈是偏綠色 簡直是蘋果綠色 它的唇是淺淺的橙色 花中心還有紫色斑點 襯起來很漂亮 接著這棵是長眉粉蒸石 就是在我的視頻第87集 斬頭繁殖的上面那一節 花的色彩很豐富 看起來好像彩虹的顏色 花枝很長 又長又直 再配上七彩顏色的花在上面 就好像飄下飄下的彩旗 花好像有螢光閃粉 閃閃閃閃 花邊帶著九雅邊 加上它的質地很輕盈 好像輕紗 使得整朵花看起來更鮮飄飄 這棵花不是由植料轉水培的 而是由斬頭繁殖一直養下來的 養到爆滿根 下面開始回答 花有對於水培蝴蝶蘭提出的一些問題 第一 水培蝴蝶蘭到底行不行? 不行的 大自然裡沒有蝴蝶蘭是生在水裡的 所以就認為水培蝴蝶蘭是不可能的 其實生物 無論是動物也好植物也好 環境的改變 它們會慢慢去適應 讓自己生存下來 我的第一棵水培蝴蝶蘭是在2015年開始的 到現在它還很好 事實勝於雄辨 蝴蝶蘭生存需要什麼必要條件呢? 陽光、空氣、水分、營養 有到這幾樣必要的元素 它就能生存下來 大自然中的蝴蝶蘭 它是寄生在樹上的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用樹皮來種 我們可以用水草 火山石、桃粒等等之類 這些也不是它原生的環境 它一樣生長得很好 只要給它時間慢慢去適應 它就能生存下來 水培也一樣 你給它時間 它也可以慢慢去適應 生存下來 除了時間當然還要技術 水培技術 在我的視頻第54集有詳細分享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作為一個參考 第二個問題 長得這麼多蘭花筋 是不是用了很多肥呀? 錯 水培蘭花 用肥越多 筋就越不漂亮 肥最傷筋 用清水養出來的筋是最漂亮的 不容易爛筋 如果你看筋 比看花更開心 寧願看筋多一點 你就不要用那麼多肥 養難先養筋 用清水就可以養出漂亮筋 那就提出了第三個問題 是不是水培蘭花就不需要肥呢? 答案是錯的 因為我們不僅要看筋 還要想花想葉 如果不用肥 它的葉會越來越少 花也是零零丁丁的開幾朵 沒什麼看頭 有人說我都沒用肥 它不一樣開花 沒錯 蘭花的筋和葉 是可以儲存能量的 但是如果長期這樣下去 它就會消耗自己的能量 越養越弱 我們養蘭花的人 當然希望它越養越壯 越養越多花 所以 肥是必不可小的 第四個問題 想那些筋又粗又多 是不是要將那些筋經常浸水 答案是錯的 要養出又多又粗壯的筋 就要偏乾養 植物有求生的本能 不夠水 它就會拼命長多些筋來吸水 如果用水一直浸著筋 它不用做都好吃好住 它就會懶了 不做工 不掌筋 而且 長期浸著水 筋亦容易爛 蝴蝶爛的筋 乾濕循環 是最好的 所以當有爛筋的時候 就更加要多些浪乾筋 尤其只是有寥寥無幾幾條弱弱的筋的時候 更加要偏乾養 好像正常來說是浪乾一天的 你就浪到一天半或者兩天再浸水 這個就要看你的環境和那棵花的情況來決定 不可以太乾 乾筋的期間 你可以噴水在筋或者葉子 不要讓它乾得像菜乾 如果把它浪到像曬菜乾 對它來說就是一種傷害 另一種做法 就是比水位低一點 水上部分的筋亦不可以隨它就乾 可以經常噴水 又或者一個星期找一天 將水加滿 將上面那部分的筋都浸過 第五個問題 水培蝴蝶蘭會不會生青材 答案是肯定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用海藻水 或者用肥 又有光的情況下 那些青材是生得很快的 要避免它生青材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遮光 要是用一個套盤 將這個瓶套住它 讓它不透光 又或者很簡單 用石紙將瓶包住它 這樣它不透光 就不容易生青材 第六個問題 水培蝴蝶蘭要用什麼肥 我建議是用蘭花磚用肥 特別是寫明不含尿素的蘭花磚用肥 尿素容易傷筋 所以有條件的話 最好就買不含尿素的蘭花磚用肥 第七個問題 高磷甲的肥 只是催花的時候才使用 不是的 因為高磷甲的肥除催花的作用之外 它可以令根長得粗壯些 令葉子長得厚些 棵花會有更好的抗凍和抗病的能力 所以當花借到的時候 它開始生根和長葉的時候 我會用一至兩次的高磷甲肥 然後等到下一次催花的時候再用 第八個問題 自己做的水果酵素 或者其他的有機肥 可不可以用來水培蝴蝶蘭? 答案是不肯定 但是我不推薦 因為自己做的 無論營養成份 比例 濃度 還有就是 控制那個菌的種類 好的細菌壞的細菌之類 我們都很難去控制 這樣效果就很難切想了 第九個問題 水培蝴蝶蘭 只是水和花殼肥料 會不會有什麼缺失不夠完善呢? 答案是會的 我最初開始水培蝴蝶蘭的幾年 效果都不是很好 化學肥料是以淡、淡、淡、鴿蘭為主的 不是很完全的營養成份 缺少有機營養成份 第十個問題 那麼有沒有辦法解決水培蝴蝶蘭 有機營養缺失這個問題呢? 答案是有的 我是用海藻水 市面上賣的海藻水 除了海藻 它還有KEL的成份 就是乳衣減藍 它有多種的蛋白質 氨基酸 微量元素 煤 還含有可以刺激植物生長的激素 它對環境好友好 現在很多農產品都使用它 好像農場的果樹、蔬菜、花位 都用它 我用它來養蘭花 效果也很好 我這棵花是2017年開始水培的 看看它的根 又多又粗又壯 那些葉又厚又挺 它這次一串花 11朵 花的直徑超過10厘米 是10.5厘米 又大 花的顏色又鮮豔 真是好美 好壯觀 第11個問題 既然海藻水那麼好 是不是可以取代化學肥料呢 答案是No 不行的 因為它只是作為一個營養補充劑 好像我們吃維他命、吃補品 不可以取代正常的食飯 以淡輪甲為主的 這些化學肥料 是不可取代的必要元素 以上是今日的全部內容 多謝收看 請來 那些食飯 我們來買了 我們來買了 我可以取代化學肥料 我可以取代化學肥料